中兴事件后,习近平审议两天,在幕后商议大事,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隐身两日之后,终于4月21日在北京召开其上任后, 的第三次网络大会,释放信号,中美贸易战阴霾不散,美国商务部4月16日以中兴通讯,违反去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为由,下令及时对中兴实施七年出口禁令,美国企业未来七年内将不得向中兴出口零部件产品、软件和技术等。 4月18日、4月19日的央视新闻联播被有出现习近平、李克强的身影,外界预计,他们或在幕后商议大事。 果不其然,中国央视于20日晚播出的新闻联播,印证了这一猜测。 报道指出,中国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20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求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在中国遭遇中兴危机之际,习近平的这一讲话颇具意味,这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之后的首次会议。 该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总理李克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任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悉数出席。 对比中共此前分别于2014年2月27日、2016年4月19日前两次召开的这场会议,今年的规格最高,可见中共高层对于网信工作在整个中央工作大局中的重视,这并不是习近平首次提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的观点。 他在2016年4月举行的网信工作座谈会上也曾强调这个说法,他警告说,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失职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机上弃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完到超车。 习近平表示,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 中兴的业务以销售4G、无线、服务器、路由器等网络基础设施产品为主,并在世界各地与电信商联手销售自家品牌的Android智慧型手机。 不过,其产品制造所需的核心芯片、软件等,均采购自美国企业如谷歌、英特尔、美光、高通、博通等、美国纪令等于阻止所有美国相关产品进入中兴产品。 中兴的营运将无以为继,岌岌可危,有的市场分析甚至预计,中兴将在未来几周申请破、长、暴露了中国在芯片等先进技术方面仍守之于人,引起中国舆论激烈讨论。 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4月21日也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强调,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这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势,摆脱受制于人局面的根本途径。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亦接受新华社访问称,中国先进制造业,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 下一步将加快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拓宽先进制造融资渠道,促进发展,中国中兴集团遭美国制裁,面临危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场会议上敦促发展核心技术讲话称,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并提及三个新,强调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资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中兴通讯因被指控违反协议,向受制裁的敏感国家限售产品,遭受美国惩罚。 中兴表示,各主要产品核心零部件,大量使用自研专用芯片,但还是有大笔的通用器件不可避免的外购。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曾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多次提到要掌握核心技术,并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核心技术靠化源是要不来的。 只有自力更生。 做好体系化技术布局,由中选优,重点突破。 官方透露的讲话内容还包括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金融,财税,国际贸易,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环境,优化市场环境,更好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活力。 习近平要求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要打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衔接的绿色通道,力争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技术群体突破。 习近平还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要压实网络企业的主体责任,绝不能让网络成为传播有害资讯,造谣声势的平台。 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遭到美国商务部制裁后,成为舆论焦点,就在此时,中国工信部称,中国芯片产业发展速度空前。 综合媒体4月22日报道,中国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刁石经,于北京时间4月21日表示,中国整个芯片产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第一梯队, 特别是在特别是在芯片设计方面,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从民、众生活到工业领域到未来人工智能、智能汽车等,都在用中国国产芯片。 在雕石经看来,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最大的优势是制度优势、体质优势和市场优势。 雕石经称,2013年至2017年,整个产业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1%,是同期世界增长的5倍。 另外,在一些重点增长的领域,比如在超算,采用中国自主研发能力的超级计算机,在最近四期评比中都获得了第一。 在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产业方面,如智能电视、智能银行卡及手机通讯芯片,中国都能批量提供,也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成绩。 如今,科技行业已然成为中美两国间极易产生摩擦,甚至容易擦枪走火的领域。 日前,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长达7年的出口禁令,直到2025年3月,美国公司将被禁止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紧随美国的脚步。 其盟友英国也向中兴通讯发出为表令,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警告电信行业,误使用中兴通讯的设备和服务。 此系列事件瞬间引爆雷互联网最火热话题,虽然中兴通讯事件给中国制造业敲响了警钟,显示出中国在基础领域的短板,整体上制造业质量不高,不少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 但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科技在多个领域集体发力,大科技、互联网科技、军事科技诸多成果不断涌现,一系列中大科研突破集中亮相,在全部200多个科技门类中,前沿科技领域。 中国已有十几个领先世界,科技改变国家未来的命脉,也正因为看到这一点,特朗普出招中国科技产业,试图从核心高科技战略领域,最大程度的延缓中国赶超美国的步伐,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美英维剿中兴通讯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在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公司,直指中国制造2025战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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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